台湾的五代机需不需要矢量发动机 美国的F22俄罗斯的苏-57这些个五代机 凭借着矢量发动机个个都是杂技表演的高手 什么螺旋升空落叶机动玩的一个比一个溜 这种画面放到台湾估计就是金国号垂直升空 紧接着一个托马斯回旋甩掉敌方前来拦截的战机 在原地来个180度掉头 向对方发射一枚天剑2 只是这个看起来很炫酷的画面 着实有一点违和感 但放在第五代战机上就显得正常 毕竟有先例 那台湾的五代机要不要也来一个 火力军这期视频就来聊聊矢量发动机 在五代机这条路上 韩国 日本已经越走越远 台湾也不甘示弱 4月份的时候 台湾提出了下一代主力战机报告 也就是第五代隐身战斗机 按照台湾现在的计划 首架原型机计划在2025年前公开 到底长啥样现在还没消息 唯一能确定的就是 将会使用美国的F414发动机 也就是大黄蜂和韩国KF-21战斗机的发动机 虽说台湾自己慢慢研发也不是不行 但是时间明显不太够用 毕竟目前的局势不是那么安稳 保不准哪天就需要用到五代战机 想要五代隐身机 尽早服役 发动机就属于造不如买了 虽然买的不如自己研制的用者安心 但是F414发动机的性能也完全够用 印度研制的五代机AMCA使用的也是F414发动机 最重要的是 印度还要求G1公司在F414的基础上增加 矢量推进技术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重点了 矢量发动机是什么 台湾的五代机需要吗 首先就是矢量发动机 只有彻底了解它才能更清楚的明白 五代机需不需要 托马斯回旋 空中360度转弯 这些听起来很炫酷 看起来更炫酷的飞机表演 其中最大的功臣其实不是飞行员 而是战斗机的心脏 矢量发动机 普通发动机的喷口不能转向 只能产生向后的推力 想要做出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比如俯冲翻滚 就需要飞行员通过操控战斗机的操纵杆 改变金翼尾翼和垂直尾翼的状态 这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 才能让飞行员点亮这个技能 而矢量发动机则完全不需要 只要你熟悉一点战斗机的驾驶方式 就能成为空中机神 简单来讲 矢量发动机就是喷口 可以向不同方向偏转的喷气发动机 这样就可以为战斗机产生不同方向的推力 使其摆脱了飞机的机动和操纵 主要由气动布局提供的情况 轻松完成短距起降 翻滚 横滚等高难度动作 最大程度的拉高了战斗机的机动性能的上限 在狗斗时的作用还是蛮大的 如果抛开这些炫酷的动作 矢量发动机最大的作用是垂直起降 可不要小瞧这一点 在二战期间 军事基地的飞行跑道基本上就是活靶子 无论是谁都能来炸一波 原本三千米长的跑道被炸之后 估计就只能剩下五六百米 对于普通战斗机的起降来说 这点距离完全不够 怎么办 只能让工兵赶紧修 修好才能飞 修不好 战斗机只是一个大号的高达 如果有矢量发动机 那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战斗机只需要三五百米的距离就能起飞 原理也很简单 推力向前向后罢了 如果把发动机的喷口向下90度弯曲 矢量发动机就会产生垂直向下的推力 美国在F15战机上做过推力矢量试验 采用推力矢量技术之后 将降落距离从2260米降低到420米 所以就算是飞机跑道被炸 也完全不必担心 而且矢量发动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保证飞行员的安全 一般战斗机的营角不会超过30度 一旦超过就会进入一种失速的状态 这个状态的飞机很难控制 完全就是我命由天不由我了 随时都有可能击毁人亡 使用矢量发动机之后 战斗机在失速状态下的营角 就算是达到60度甚至更大 飞行员也有控制飞机的能力 即使战斗机做任何花里胡哨的动作 也不需要担心安全的问题 除非是玩着玩着没油了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我们现在提到矢量发动机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些战斗机的炫酷动作 但是最早使用矢量发动机的 其实并不是战斗机 而是火箭和导弹 是的 你没有听错 火箭和导弹 战斗机在空中做机动变轨时 好歹还有俩翅膀 火箭有啥 身上光秃秃的一片 只有屁股冒火的发动机和以亮晶晶的光头 所以想要在下落期间实现变轨或者转弯 就只有依靠推力矢量控制发动机这一个方案 只是火箭发动机上的矢量技术 并没有像战斗机上那样高大上 而是在火箭发动机尾部的喷口 放四个小堕片 这四个小堕片在导弹工作时 会深入到高速喷出的燃气 然后通过改变堕片的角度调整火箭发动机喷出的燃气 从而达到控制火箭飞行方向的目的 最早实用化的矢量发动机 就是二战期间的德国V2火箭了 现在火箭或者导弹的转弯和尾部的机动变轨 使用的也是推力矢量技术 只是方式有所不同 当然这期视频的重点不是火箭如何变轨 而是战斗机的矢量发动机 矢量发动机的发展阶段大概可以分为三个 目前美俄都是处于第二阶段 战斗机使用推力矢量技术的第一阶段 其实和火箭最初变轨的方式差不多 但是在战斗机领域 这种设备叫做折流版 概念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提出来的 是的又是德国 火箭是它 战斗机也是它 德国MBB公司的飞机设计师 提出利用控制发动机尾喷流的方向 来提高飞机的机动力 美国觉得很有道理 就自己在用F-15偷偷做了推力矢量实验 发现确实可以提高战机的机动能力 于是在90年代初期 美国就和德国合作将这种技术捣过了出来 在发动机的尾喷口上 装上了三块碳纤维复合材料垛面 研制出可以改变推力方向的验证机 X-31并进行了试飞 事实证明X-31在过失速的情况下 依旧保持了机动的能力 在1993年到1997年 美国在X-31验证机与F-18之间进行了模拟空战 在X-31不使用推力矢量技术与F-18空中格斗 16次交战中F-18赢了12次 X-31使用推力矢量技术之后 66次交战 X-31赢了64次 完完全全的碾压 证明推力矢量控制飞机是完全可以的 美国在第一阶段并没有待很长时间 证实了矢量发动机有戏之后 美国的就开始研发第二代 俄罗斯看美国的技术发展的那么快 也是紧赶紧赶追了上来 并且走向了一条和美国截然不同的道路 美国的矢量发动机叫做二元矢量发动机 而俄罗斯的则是多元矢量发动机 美国的二元矢量发动机只能向上或者向下偏转 不能左右偏转 F-22就是第一种采用矢量推力喷管的第五代隐身战斗机 其发动机F-119的喷口是正方形 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圆形 换句话说是由四个平板为成的 像一个方盒子 左右两个平面是固定的 上面两个可以正常活动 只能抚养控制 俄罗斯的多元矢量发动机最大的特点 就是发动机尾喷口和发动机是球形脚接 比如AL3EF发动机 其喷口是收敛扩张式喷口 各有16个调节片和风延片 虽然看起来是多元矢量发动机比较牛逼 但是如果让火力军选择的话 火力军肯定还是选择美国的二元矢量发动机 为什么 为了五代机隐身功能 五代机与其他战机最大的区别就是隐身 俄罗斯的五代机苏-57使用多元矢量发动机 机动性确实没法黑 但是隐身就需要提一嘴了 使用多元矢量发动机就不能对发动机的喷口进行遮掩 这就牺牲了隐身功能 苏-57基本上就是拿隐身能力换机动力 对于五代机而言就是丢了西瓜捡织码 而二元矢量发动机就不一样 虽然只能抚养但已经完全够用 垂直起降能力又不会受到影响 而且发动机的涡轮叶片能起到一定的遮挡作用 可以降低红外特征以及机身阻力 隐身性能超棒 俄罗斯也知道这个问题 所以多少有点嫌弃自家的多元矢量发动机 于是就模仿美国的二元矢量发动机 想给自家的苏-57来上一套 就技术层面来讲 多元其实比二元更难 所以俄罗斯很快就有了结论 如果使用二元矢量发动机 会导致尾部的重量提升一吨左右 尾部提升了 机头的配重自然也要提升一吨 一来二去就是增加两吨的重量 俄罗斯觉得自己无法接受 就选择一直使用多元矢量发动机 所以苏-57的隐身功能也一直不咋地 而F-22之所以能毫无忌惮地使用 还是因为在设计之初 美军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 而俄罗斯不行 像俄罗斯的战斗机 基本上都是体积大火力猛 而且大多都是改进型 虽然放出来的新战机不少 但实际的构造却没有太大提升 根本做不到像F-22这样巧妙的设计 除了多元矢量发动机和二元矢量发动机 还有一种新型的矢量发动机 流场推力矢量发动机 这种在结构上与上面机械作用式 推力矢量喷管完全不同 其主要是通过在喷管扩散段 引入侧向次气流 去影响主气流的状态 改变和控制主气流的面积和方向 达到获取推力矢量的目的 流场推力矢量发动机可以省略掉各种机械运动件 减化了结构 减轻了飞机的重量 降低了维护的成本 目前美额都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既然二元矢量发动机能大幅度增加战机的机动性 也不会对战机的隐身有影响 那台湾的五代机需要加装一个吗 火力军的建议是可以加 但是没必要 因为矢量发动机对于实战其实并没有什么作用 落叶飘机动 赫布斯特登壁机动 普加乔夫眼镜蛇 弗洛洛夫转盘 只是看起来牛逼实际上啥用都没有 而且无论是矢量发动机的超机动性 以及给战机带来的格斗能力的提升 那基本上都是表演 俄罗斯在各大航展上表演 甚至吹嘘具有超机动能力的战机 可以直脚转弯 然后甩开后面跟踪的导弹 这一切都只是俄罗斯为了销售自己飞机的宣传而已 只要说起一款装备对战斗机性能的提升 却不提战斗机作战使用的环境 那基本上都是骗人的 可以确定的是 实量发动机带来了一定的机动性 但是它在当今的空战中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现代空战所追求的机动性 包含了持续机动能力和瞬间机动能力 后者又被称为战斗机的敏捷性 而且随着战争形态的改变 战机对机动性的要求也不同 在之前需要战机空中苟斗时 实量发动机所带来的瞬时机动性确实有大用 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是导弹打天下了 战斗机所追求的就是持续性的机动 现在空战的基本法则都是观察判断攻击脱离 也就是通过雷达红外等传感器感知敌方战机的位置 并解读成火控数据对敌人发起攻击 并在攻击后迅速甩开敌方 但是航战上的超机动在敌机面前没有速度高度 以及飞行方向上的大幅度变化 在现代空战时还这样干 就等于明目张胆的告诉别人 来打我吧 对此 火力军只能说等着挨炮吧 俄罗斯吹嘘的推力矢量在空战中的作用 对于现代空战以及未来空战来说 基本上就是搞笑 另一个原因就是 现代的空战的交战距离已经大幅增加 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速度高度 以及相对飞行角度等变量的提升 快速脱离敌军传感器的感知范围 或者让敌方战机始终处于己方传感器的监测中 在之前的北约军演中 法国的阵风在近距离也能观测到美军的F22 而F22凭借着其强大的持续机动能力 始终处于阵风战斗机上雷达等各种传感器的探测边缘 根本没法锁定 美国的E3C预警机所观测到画面也跟着差不多 战斗机就是进行飞行轨迹变化极大的持续机动 而俄罗斯在航展上展现的种种超机动动作 虽然可以快速改变飞机的G头指向 但是在现代空战40公里以上的交战距离上 这种超机动无法改变飞机的飞行轨迹 更不要提摆脱敌机上的雷达 红外等探测设备的持续跟踪 即使在狗斗中 双方战机的交战距离也只会在3到5公里 像是那种迅速改变机头指向 用机炮打人的 很多时候都是为了电影效果 在这样的距离下 超机动战机带来的低速状态是极为致命的 在敌方雷达的眼中几乎就是静止不动的靶子 即使是落叶飘移类 可以迅速降低高度的动作 在改变飞行轨迹上的作用 也跟常规的俯冲等动作没法比 而且现在但凡先进点的空空导弹 使用的都是激光进炸隐性和连续杆战斗部 在影视作品里空空导弹和战机擦肩而过的画面 就是为了电影效果 在实战中在旁边直接就炸了 总的来说 矢量发动机是可以给战斗机带来顺势机动能力的提升 在现代和未来空战中没啥用 那矢量发动机到底能干点啥 这就要说到美国了 在研发矢量发动机之后 美国就进行了大量的试验 研究矢量推力的真正作用 结论就是 真正能发挥推力矢量作用的是 具有新一代先进飞控的F22以及F35等战斗机 矢量推力在飞机机动时的作用 可以看作我们用手推飞机模型 直接将一个推力矢量作用在飞机上 然后改变飞机的飞行状态 这种理解相对简单直观 也是俄罗斯对矢量推力的应用 但是这种根本发挥不出矢量推力的真正性能 飞机在实际的飞行过程中 所受到的力是来自各个方向的 只要飞行角度发生偏转 都会导致机体表面气流出现变化 然后飞机的受力也会改变 甚至产生重心偏移 舵面失效等情况 传统的飞控 即使是比较先进的数字电船飞控 都是通过大量的试飞总结数据来设计的 新一代的飞控系统 则是通过大量的传感器 跟踪整个机体的受力情况 来对各个舵面进行调整 并用矢量推力发动机 来补充某些舵面无法提供的力 比如美军的F22隐身战斗机 在超音速飞行时 就会产生重心后移的问题 飞机会有一个抬头的力矩 而平衡这个力矩的方法有两个 一个是水平尾翼的偏转 一个就是用发动机的 矢量推力来弥补 而前者会增加飞行阻力得不偿失 而矢量推力不会 完全就是一键操作 这不会影响当前的飞机性能 所以矢量推力与其他控制面板进行融合 时刻调整机体的受力 才是矢量发动机真正的作用 与俄罗斯吹了20年的矢量推力 真的就是俩概念 总结一下 如今压抑布局的战斗机 比如台风 阵风 灵活性已经足够好 根本不需要安装矢量发动机 更高机动灵活性 飞行员可能承受不了 不会得到战斗力的提升 而且在当前的导弹雷达时代 对飞机机动性的需求在逐渐减弱 空战很少有近距离格斗的机会 都是比拼航电系统 先敌发现 先敌攻击的那一方才能取得优势 并不是看谁做的机动更炫酷 所以矢量发动机对于一款战斗机来说 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像俄罗斯的苏-27 美国的F22 就算是没有矢量 作战效能也不会大幅缩水 台湾五代机如果选择加装矢量发动机 那么在航电上也要做出更多改进 结构的设计也会更加麻烦 五代机的研发时间只会更长 最主要的是 战力不会明显增加 除非美国帮忙设计 或者来点资料共享 很显然不可能 台湾一步一个脚印 先把五代机的隐身功能研究出来 才是硬道理 没必要搞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对此各位朋友怎么看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各位觉得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指正 下期见